A.S.C.P. 1545 Larry the Loving Llama 可愛大洋陀拉里 Sumr等級 Safe 特殊重措施 A.S.C.P. 1545 被放置在Sight 40 的一个重保险柜 1545 内 严禁许可权低于三级的人员接触 鉴于事故1296-1545 A.S.C.P. 1545 与其他异常项目的测试 应根据具体情况 由一名四级许可权人员批准 当前不适合其他适用措施 描述 A.S.C.P. 1545 是一套两人用的穿着上脚鞋的羊駝戏服 A.S.C.P. 1545 被由中部打开 其内部与其他类似的戏服一致 有容纳两个人的空间 一个人在其后腿部 弯腰支撑中部 另一个人站在戏服的前腿处 并顶起戏服的脖子部位 在戏服屁股部位有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 可爱大羊駝拉里 A.S.C.P. 1545 的异常效应 除非被穿戴起来 否则无法察觉 穿着A.S.C.P. 1545 的测试者 将变得及其入戏 前面的人员将用可爱大羊駝拉里的方式说话 而后面的人员将表演各种及格舞 A.S.C.P. 1545 的行为极其温顺 除非被强拉出来 在A.S.C.P. 1545内的测试者 物理上无法离开A.S.C.P. 1545 且也不会愿意这么做 尽管他们不会抗拒移除戏服的行为 如果不强行将测试者 从A.S.C.P. 1545 中移出 他们将会继续像可爱大羊駝拉里那样表演 直到死亡 若同伴死去 另一名测试者也将继续用另一半表演 直到他们也死去为止 被移出的测试者 拥有他们在A.S.C.P. 1545 内部的记忆 尽管如此 他们没有有关该项目异常属性的知识 测试者对他们在A.S.C.P. 1545 内的时间 没有表现出负面情绪 而认为这是普通行为 A.S.C.P. 1545 被有关当局发现于 等于座废弃的郊区屋子内 受害者死于脱水 事件显示 后面的扮演者在一天前就已经死去 并因为被作为前方伙伴的家庭成员脱行 而有多处严重挫伤 A.S.C.P. 1545 在奇异常效应被发现后 由基金会人员进行回收 A.S.C.E.消除被实施 附录 录音记录1545A 被访问者 D.5362 刚刚从S.C.P. 1545 中移出 访问者 Fradry博士 前沿 测试者在S.C.P. 1545 内部待了三个小时 你好 D.5362 少五好 先生 你感觉如何 有点筋疲力俊 先生 啊 是的 我看见那些舞蹈 一定很累 是的 先生 不过你必须娱乐打扎 但你一定有考虑过离开 然后喝点什么 我不能那么做啊 先生 终于毁了大招的幻想 我们在讨论穿着雨鞋的羊驼 这算什么幻想 呃 你不像我那么了解可爱大羊驼拉里 先生 哦 我不是James 我是可爱大羊驼拉里 好的 拉里 你感觉如何 超级棒 博士 我的屁股今天有点迟钝 不过没关系 拉里 你有注意到你里面的那个人吗 你是说我的助理 是的 你的助理 我的助理喜欢帮助我 我们一起为每个人带来欢乐 你知道D.5484已经死了吧 拉里 他只是小帅一下 博士 AICP 1296 Dial Alama 定格羊驼 项目等级 Eucaly Turzon 措施 AICP 1296联系资讯目前记录并储存在第11档案管 不需要其他安保 因为SCP 1296不使用此联系资讯是无法出现的 所有对SCP 1296的测试 当前都在第三远端测试场地进行 所有通过SCP 1296获得的生物 都储存在测试区域内的生物储存单元内 在进行回收和研究后 根据标准生物样本清除协议处理掉 协议记录于文件CDP BIO EN之一 当基金会管辖范围外出现与SCP 1296相关的报告时 应进行调查和处理 描述 AICP 1296是一辆Boga M24型汽车 属于一个被称为Dial Llama定格羊驼的服务 车辆本身只有少量改动 行李栏被装在车顶 货牌座位被移除 车辆的商标被错误地标系成了Toyota公司 Dial Llama公司的联系资讯和口号 被印在车辆侧面 一旦波达提供了电话号码 波达者将联系商业名Dial Llama的销售代表 称之为ASCP 1296A 试图找到ASCP 1296A的位置 或找到除订单以外的资讯都失败了 ASCP 1296将在两小时内出现 并把订购的货物放在波达者所处的位置 在打电话和送货期间 无论如何改变位置都不会影响送货 没有发现ASCP 1296出现的最大范围 不过需要充足的空间让车辆出现 追踪ASCP 1296的尝试失败 装在车辆上的GPS装置 总是在ASCP 1296离开视线后停止运作 并且总是能避开追踪 每次ASCP 1296出现时 驾驶员的外贸都不同 并带有2-8只羊驼 订单的价格会改变 且没有固定模式 调查记录01 下列文本是在2012年9月7日期间的测试记录 欢迎拨打Dialama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呃...是的 你能够确切地解释 你们的公司在做些什么吗 您需要羊驼 Dialama给您一只羊驼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就跟我们名字里写的一样 是的 知道了 就是 您叫我们 您订个羊驼 我们给您个羊驼 没有那么难 你们从哪弄来羊驼的 老兄 你到底要个羊驼 这不是20个问题热线 这是只有两个问题热线 问题一 你需要羊驼吗 问题二 你要哪种羊驼 如果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不 那你为什么打电话 让我和你们敬礼说话 不 去他的 很明显 你不要羊驼 只是在烦我们 祝您愉快的一天 先生 好的好的 我要买个羊驼 就一只 没有特别要求 那好 一共45美金 现金还是信用卡 现金 羊驼车两小时或更快倒 祝你愉快的一天 混蛋 调查记录 02 下列文本是在 2012年9月7日期间的送货记录 ASCP 1296的驾驶员 被称为 ASCP 1296B 诶 你订了羊驼 是的 是我 45美金 谢谢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问你一些问题 别又来了 你都不知道放弃 你订羊驼 我们给你羊驼 从竹目狼马峰的封顶到马里亚纳海钩的沟底 如果你需要羊驼 我们给你找只羊驼 现在不要再烦了 你的就是后面那只灰的 测试记录 测试记录 订单三只羊驼 送货时间三分钟 花费33美元 结果 两瓷翼熊三只羊驼 样本没有检测出异常 订单 一只怀孕的瓷羊驼 左边有盒斑 送货时间7分钟 花费50美元 结果 一只和订单描述相符的羊驼 样本没有检测出异常 订单 一只阿尔巴卡 送货时间 一小时43分钟 花费17美元 结果 一只熊姓羊驼 样本身上粘着一张阿尔巴卡皮 近距离观察发现 这张皮是最近被剥下的 订单 一个喇嘛 送货时间 一小时27分钟 花费 200.02美元 结果 一个光头僧人 测试者没有递送之前的记忆 测试者在实行记忆消除后 无视释放 订单 一只机械羊驼 送货时间 一小时13分钟 花费 3561.87美元 结果 一只自动机械羊驼 其行为与活羊驼一致 订单 ISCP-1545 送货时间 15秒 花费 5 结果 ISCP-1545在订货时 被观测到 从其收容保险柜消失 ISCP-1545在15秒后送达 内有两名死者 都无法病人 随后事件显示 他们已经死亡超过24小时 ISCP-1296 以约时速150公里的速度 开过送货区域 而ISCP-1545 被另一个 ISCP-1296B 从车顶上扔了下来 听到ISCP-1296BG2 在离开前大叫 他妈的拿好他 以上就是 ISCP-1545和 ISCP-1296 ISCP-1545是一个 羊驼的玩偶装 穿上它的人 将会投入的扮演 可爱当羊驼拉里 直到死亡 或被人拖出来为止 而ISCP-1296 是一辆载着羊驼的车 当拨打特定的电话号码 订购了羊驼后 ISCP-1296会出现在 订购人的面前 将羊驼送到 不得不说 这两个ISCP都蛮ㄎㄎㄧㄤ的 我特别喜欢订购的喇嘛 真的送来一个喇嘛这一段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自由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 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做什么I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